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有多五股飯 那他給他更多人 醫療資源 那但是在台灣這個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醫院理系之下好不好 這樣做呢 這個可行記是怎麼樣的 大家醉毒品的觀點 醉毒品的觀點可能是錯的 因為多年來被法務部 被衛服務以前的衛生署 你們都認為我說 西毒是一個罪禮 是一個什麼 一個病 沒錯 沒有人認為他是罪禮 沒有人認為他是病 他是病的話 那就找醫生 科A到科P 好幾醫生啊 Q以後是不能用 因為我們只有到P Q就阿Q 那就不是在醫生 那你去找找完以後 拿給你藥吃 吃完以後就哇 啊 變健康了 我就 就不會再吸毒了 我跟你講 不是這麼一回事 對嗎 毒品不管是一級二級三級四級有沒有 只是他吃幾神經的方式不一樣而已 他都會去傷害你的腦部 那你如果一年只吸了一次 像過年的時候 你吸一下 哇 水一下 毒啊 這樣子 那沒問題 對吧 你的腦袋 反正 你也吃了那麼多有毒的食品 差不了多少 一年吸了一次 問題是說 你如果進來吸的話 一吃一下 你的腦部的細胞跟那個有沒有 神經病會受傷 對吧 那受傷的有的是 我們腦是沒辦法溯源的 你沒有辦法溯源 手伸 吃多一點點肥 可不可能 他就是那種癢子 壞掉就是壞掉 成熟以後壞掉就是壞掉 你有沒有聽過腦部的移植 手伸的不要打 然後把他的移植 騎過來到醫院裡面去移植 沒聽過 腦子沒辦法移植 所以壞了就壞 可以吧 所以說 醫療是什麼東西 壞掉的東西修好嗎 不可能 OK 喜歡毒了以後 除了腦部以後 還有身體很多地方 內臟什麼都會壞掉 對不對 像ケタアミ會把什麼東西 膀胱 膀胱 膀胃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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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 壞掉就是壞掉 對嗎 你的身體還可以幫你 醫好到一部分 為什麼要醫好這一部分 你們知道原因嗎 因為下一步你碰到毒品 然後去抗菌的時候 你要有堅強的什麼 神跟心 可以嗎 醫生只能做到數 讓你有心機劇毒的時候 你的身體可以支持你的心 所以說 戒毒跟醫療的關係 只有這樣是 不是說 你到什麼 畢業裡面去 參加什麼 戒毒團 就活了 就活了 沒有這回事 後邊那個才是重要 後邊回到社會上 那些 引誘會過來的時候 你如何把養好的身體 用養好的身體去抵抗 這個什麼 可以嗎 問題最大的是 我們有觀察樂界 我們有強制樂界 有觀察界質跟強制樂界 請問 哪一間有做好 哪一間有做好 出來就是管理的 可以嗎 出來有誰管理 就警察管理了 看你可以拗三個月 還是拗四個月 總之這樣 你一出來警察就已經盯死你了 對不對 你在一吸毒 馬上就被抓了 那種人大概就拗個一兩個月 就已經非常不錯了 為什麼 因為沒有任何的社會之間 可以支撐著他 讓他去接 台灣的毒品會嚴重到這個程度 最主要什麼東西 兩個觀念是錯的 第一個 以為什麼 吃藥可以吃的好 所以我們以毒攻毒 我跟你講 以毒攻毒 美撒童只能抵什麼東西 只能抵一級毒品 高盆是不能抵的 他只能抵海洛因 可以嗎 然後他的成功力多少 4% 4% 而且 最後面 海洛因跟美撒童 同時中毒死亡的人 非常多 你們都會贏 醫療只能幹嘛 維護住你的身體 後續還有很多的社會上面的社會內主義的介紹 我們國家 每一個地方都做 包含民間團體 NGO 哪有這種東西 像說有一個民間團體 在深山裡面 給你弄個辛亡案 那你躲到裡面去 你就不會醒 在這裡面的人 不敢出色罪 為什麼不敢出色罪 一出色罪就會醒 所以他只好 摸在深山裡面 用辛亡案 用耶和華 用彌撒亞 來幹嘛 讓自己 能夠幹嘛 度過這個財務的歷史 這正常 我不是批評宗教團體不對 而是宗教團體 良善的心沒有用 正確的方法 去那邊 解決這個獨秘問題 我們台灣 從民國巴斯年開始到現在 25年來 獨秘政策都是錯的 所以說我們獨秘犯 多到這種地步 而且我們只會外 而且不能當他以前 關在游民二間 像關在什麼 葡吳間 關在葡吳間的理由在哪裡 因為到葡吳間以後 你游泳沒辦法游回台灣 外國灣有毒 無所謂 外國灣有毒 對吧 那我們台灣不倒乾淨就好 台灣不倒乾淨嗎 對不對 衛福部跟法務部的主事者 都在欺騙你們 都沒有給各位什麼正確的訊息 那請問你們正確訊息要從哪裡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有正確的訊息 但是我整天在罵 罵得很難民 別罵 讀譬如說 25年讀好台灣 而且這25年 你要知道 他吃掉台灣多少成本 你知道嗎 那真的不可能 一件事 OK 如果要談話 這個東西可以開一整學期 謝謝老師 那您能夠 從家上做到什麼 我們剛剛有說 有一個 魔幻寫實的故事 對我來說有魔幻寫實 有一次我出品的時候 就是 遇到一個 其他社訪的育友 其他社的育友 然後 他是 他以前是毒品 但他這一次不是 他是 那個 搶劫 搶盜 我不是很確定他的罪名 然後他為什麼會呢 因為他 他說 他就開始跟我們講這個故事 他就吃安寅靈藥 然後 沒有睡著 所以他就在很恍惚的情況下 去一個水果行 搶劫 搶錢 好像本來是要偷錢 可是 在那個 他要 在收銀牌拿錢的時候 那個老闆就進來了 所以他就下意識的把 水果刀拿起來 所以他就變成搶劫 他就講了這個故事 我那時候聽覺得 好 好不真實 就是他聽起來 好奇幻 中間有一個部分他告訴我說 所以啊 這個故事的結論是什麼 他說的 他說就是 安寧藥這種東西啊 你如果吃了就一定要睡著 如果你吃了沒睡著會很危險 我 我 就是我那時候 我當下我的第一個想法是 我出去 就我出獄之後 我第一件事情一定要找一名要來吃 然後 試著不要睡著 然後怎樣 但是又很不容易弄到 我不知道去哪裡弄到 所以後來我放棄這個實驗 弄不到 對啊 那個不是很容易弄到 但是 這故事 除了他很魔幻之外 對我來說 就是包含他後來為什麼遲到 然後後來那個話題 你就轉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 呃 他該怎麼說 罪會比較輕 所以我們就在討論這件事情 如果是 還沒有看到老闆 刀就拿著 跟 看到老闆 才一緊張把刀拿起來 哪個比較 就是嚴重 反正後來討論有點這樣 但是不重點 重點是 我後來一直在想 為什麼他會去吃安寧藥 然後 為什麼他會 吃到有一個感悟 就是告訴我們說 我跟你講吃安寧藥一定要睡著 就是他怎麼經驗這麼豐富 我其實當下最大的感觸是 那種 使用藥這件事情 已經不是像我們想的 什麼是毒品 什麼不是 然後什麼是一級 二級三級 什麼什麼 不是 那對他們來說已經變成一種 融會貫通了 就是他可以在生活中去尋找某一些 能夠讓他 呃 心靈產生一些效果的事情 包含 他怎麼樣能夠變成一個吃安寧藥不會睡 然後會嗨的人 所以 嗯 我覺得 廖老師剛剛講一句話這樣這樣 一段話非常重要 也就是 你沒有辦法把它當作一個這樣 好像一個病 沒有 你要去看他後來 他回到社會之中 他的整個環境 這個問題是那個 這個問題不是出之藥 因為 如果這個社會長這個樣子 他就連安眠藥他都會 就剋安眠藥然後跑去搶劫 這個才是問題啊 所以 這是我給我最大的感觸 就是 在裡面其實我 我會聽到一些什麼東西 其實也可以拍 就是跟我們想像的父母一樣 的那些故事 然後 他讓我想到我當天的時候 好像我也有聽過這些故事啊 就是 很想要的時候 你可以找什麼替代品 所以 毒病無所不在啊 在你生活中所有地方 你沒有辦法 就是 你這個社會沒有辦法 把這些東西清楚的 你不可能說 這個社會不存在搶力 不然我黏東西了怎麼辦 所以 你必須要解決 他為什麼需要整個 他為什麼 才是重點 他就是我最 聽完那個 我的育友告訴我那個 自然沒要 突然去搶劫這個故事 之後最大的感想 謝謝 其實如果有朋友是 你想要 就是兩位講者都會有問題 那 是這位 那 那 謝謝方姐 安得 自我先上去 好 中心外文所 那 對於犯罪這一塊 我實在完全沒有表情 那我很高興 今天就上大 兩位讓我知道說 大家是 最低劣的 最低劣的產品 然後換取最低劣的老公園 就是對於 台灣這個 還算是私人社會 大家 對待 探監獄的這種 不過我相信 我大概估計 美國應該也是用這種方法 在對待犯罪 吧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我們今天 犯罪就是要做了嗎 可是我們 剛剛老師 烈老師講的說 犯罪不見得 犯了一些很莫名其妙的 這就要做了 那顯然犯罪就要做了 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那麼說 那麼說 請問一下 我們好像還沒有談到說 要怎麼改革建議 吧 因為我們 我大概想不到解到 第一點是 我們的公民課長好像是講 偉大的當民主義 偉大的憲法 偉大的民主 偉大的民主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提到過 犯罪這件事 是在我們公民課程上 所以 公民教育裡面 是不是可以提到 這兩個問題 謝謝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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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哪個課端 要哪本哪種課端 九五、九八 現在一百零零零零 課端裡面 都沒有所謂的犯罪 只有 一節課只講刑罰 那刑罰的那一節課 通常都是從 构成妖間違法有責 講到美販等等的量刑 為什麼呢 因為編課綱的人不懂這個東西 也對這個東西沒興趣 寫教科書的人 就是三民、龍騰、乃伊等等人 去找來的人 通常是三民主義研究所的 無師範的學分 那寫出來的東西 大概也是那種樣子 所以你要期待說 課綱或是高中課的裡面有句講說 犯罪學 什麼叫做捨得很 什麼叫做馬子仔 我們聖書什麼叫做龍龍龍 那這個它是不太可能 因為現在連大學裡面都不教了 有些人登進到研究所 誤會上說 大學是在讀教學過這個吧 然後我們以這個做基礎 來去討論一些東西 都沒學了 那這顯然很重要 對不起 連台方都任何不重要 本來研究所的新法族 是要考犯罪學的 那是有其中一個老師說 犯罪學的不重要 就利用大家投票 把犯罪學給打掉 這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你不然喜歡文學系也是這個樣子 對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說我只能要求說 嗯 你要來當我的研究生了嗎 你先念書 念完以後才來遣制到教授 我只能做到訟職 其他老師也有要求 所以說你說 你要把犯罪學當作是一個很重要的科目 而目前以台灣的觀點來看 真的是有點困難 而且更重要一件事情 研究犯罪學研究到最後面 你會想要花錢去解決犯罪問題 這個對於資本主義發達到現在的 心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來講 是一個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我們錢要花在刀頭上 怎麼可以放在乳蛇跟 那人紮身上 只是想說很抱歉 幫你養成這樣子 幫你逼成這樣子有沒有 我們幹嘛去跟這些賭蛇道歉 瞭解嗎 所以任何一個社會到這個地方來的話 都不會想要去嘗試去研究犯罪圈 是資本主義的理所當然 好 回到你的第一個問題 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我甚至於社會主義下已經不存在 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裡面 我們都好像都是要用最低的水準去處代 你不是想要好好一點的生活嗎 這個東西叫做裂等編則 這個是17的18世紀吧 一個叫做John Powell的 他寫的第一本的那一個有關於監獄行星的書裡面 所講出來的一個道理 就是你必須生活要比最低階的勞工 都還要在更低階一點 不然的話你可能會吸引人來幹嘛 來犯罪 然後吃老飯 但我剛剛已經講過了沒有 整個架勢有點奇怪了 人類的玩意去 你為什麼想回監獄 其實不是為了裡面的物質生活 而是那種依賴 給你自由你會不知道如何去運用 很可怕命都會丟 所以他裡面回到一個 Toto Institution裡面 一個動作一個命令一個動作 他才可以活得下去 對吧 所以這個已經不是說 什麼裂等原則的問題了 這是已經幹嘛 一個人的自由意識去把你完全剝削 剝奪掉讓你變成不能成為整個 一個完整的人的情況之下的一個收入所 那你們能不能理解這個東西 奧許維茲 奧許維茲裡面的物質理 我們只比那個東西稍微高檔一點 對吧 如果不是說逼到最極端 它是不會先不要回去的 它是頗不得已 只有這個地方可以活存下去 它就活下去了 不是因為它的物質水準 所以這個裂等原則有沒有 不能按照十八十九十七那個時候的方式來解釋 確實現在還在裂等原則 那這個裂等原則是我們整個社會的詞 我們只會把一個人弄到說 必須要回到一個命令一個動作的地方 他才可以有這個能力生存下去 這個社會到底是什麼地方 生命 整個生存我們的重點所在 對吧 然後結局正好就是一個什麼東西 那我們看這個社會有沒有病的地方 欸我發覺我們台灣社會真的是有病 發覺所有病的那個病徵裡面 幾乎都在監獄裡面可以找到 那 我幫你老師的問 就是 那你自己對於監獄改革 發覺到底想要改成怎樣 我對我來說 我 老實說我是帶著一團 迷惑現在還是那個狀態 就是 我不知道我怎麼 就是 就有一些我們的運動 比方說土地改革 我們大概會有一些想法 一些方向 可是 我剛開始當然會抱著一些熱忱 在想說我理想中的建議長怎麼樣 可是 這幾個月下來 然後我讀了一些書 我閱讀 我就越一團 就是 我不知道該怎麼想像這個改革路徑 在哪裡 怎麼走 那 可是反而這個謎團回來提醒我一件事情 不許 我想的方向不是這個 我想的方向反而應該是 我們整個社會要去怎麼學習 跟自己可能有點不一樣的人相處 我覺得這或許 可是這個又太虛無飄渺了啦 你要講 堅鎖改革 然後你動不動就想到這個東西 人家會覺得 所以 我現在承認我必須 這是我在學習的過程啦 所以 我剛剛一開始就說 今天跟李老師同談非常緊張 因為對我來說 我是一個 就是剛入門的幼稚園生 可是 我總覺得 我們可以在這裡面 找到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應該 就是變成一個幼兒園 我們開始學這件事情 這個社會應該要這樣做 他沒有這樣做 至少我們這群人可以 變成 接鎖改革幼兒園 從頭開始學起 但是我現在沒有辦法提出你的答案 我部落格可以 我在NB裡面 我是忠實信徒啦 那我看了以後大家都講一句話說 神經世紀 犯世紀前就講了 對不對 一個世紀 蛤 迷彩 沒有 迷彩 迷彩跟這個一點關係 迷彩跟這個一點關係 不是啦 那個 我說那個 那個 怎麼樣改革接鎖 從勞作 監索勞動 從甲氏制度 再到申訴制度 要怎樣去改革 然後我寫一篇文章 後來應該是在月旦裡面有燈吧 忘記了 因為他也沒有寄 那個什麼 函凍這名書給我 因為我是臉皮 不叫做也不在乎這名書 好 對 好 然後嘛 我又根據這個東西 在上個星期六 在台大 弄了一個研討會 分三個section 然後找不一樣的老師 然後更細部的去分析說 這種改革的可能性 那這種東西的話 其實說起來的話 很久以前就沒講了 對吧 那問題就是做不到 那做不到的原因 政客說 政客說 都是這些死老百姓 不止死 所以我們沒辦法做 那死老百姓說 都是政客滿安 所以說我們沒辦法改革 所以說台灣永遠沒有改革的可能性 對吧 那我相信要讓政客去理解說 這個東西 要改 可以改 而且這是社會最後的良心 很難 對吧 反正是老百姓呢 我們老百姓可不可以讓他們 跟他們講說 犯罪人並不是死而不設置的 那一個人會犯罪一定有他的這個原因 那個原因在什麼地方 我們能不能稍微去理解一下 如果你還有一點點側隱之心的話 你就不會去嫁 接觸不消耗 但是問題說 台灣的人一碰到死心 就說 等你媽媽你姐姐被搶劫 被殺了 就這樣 八九成的人都講這種話 請問一下我能夠期待台灣民眾嗎 我不能期待台灣的政黨 也不能期待台灣的民眾 那我只能期待我自己 那我自己可以做什麼事 一名 一名 我只想請問一下 剛剛李老師有提到說 就是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監索我了解一下 那 泛過去就好了 對 我就想知道有沒有像 好像明天這樣犯罪 然後被犯罪之類進去 那有沒有其他的報告 一名一千萬不要說什麼 是闖進辦公室 因為你闖進辦公室 那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是最重要的 還有 有可能就讓你緩刑 醫科罰金 就結束 就結束了啦 你根本沒有機會 要 你最依法的那種刑事 是 誰說你最依法的意思 是把那親切的一切 我覺得 有點困難 這個 你如果是侵入辦公室等等 真的有點困難 最好是 到抽屜裡面 拿幾個非國防以外機密處 來 那就有什麼 如果要故意侵犯到國防以外機密處 他就很重 他就很重 不過假設我 因為這種 因素而入肩 然後 了解 就是原來出來之後 因為社會上對更生人 這個不信任何 我講的話也沒有人會相信 所以我們有比較科學的理解 那也是更生啊 那也是更生啊 一般的 就是 情況下 不會 要努力 他也是更生欸 他講話有很相信 他在沒有當更生之前 講話就有很相信 他並不是因為當了更生成歲 他講話才有很相信 我覺得他以前講話很嚴重 他當了更生 他當了更生 好 謝謝老師 我幫忙那個 我打個廣告 那個 監索 監索觀眾小朋友 他們其實有在 做一些準備 可是這件事情 真的沒有很容易 可是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查監索觀眾小朋友 他們現在有一個 什麼事業 然後 我記得最近他們有 別的那件事情 你看粉絲業 或者這種事業 可以 粉絲業 其實我今天蠻想進入那場的 下面 對不對 他們要做那個 監索採訪行動 然後會開始有 行前工作法 他會有一系列這些事情 可是我必須提醒 這些採訪行動 真的會 非常隔閡 就是你看到的東西 跟現實 其實是有距離 可是 監索觀眾小朋友 其實是有注意到 要有隔閡的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為什麼要 花很大的工夫 再行前 就有工作法 就是要大家做好準備 再去參訪 因為其實我之前跟他們 談過一件事情 我認識的監索工作人員 跟受刑人 都很討厭這種監索參訪 因為你來就要跳給你看 然後就是要打手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 什麼都看不到 你什麼都聽不到 那可是監索 我上一次跟監索觀眾小朋友 就談這件事情 他們依舊還是覺得 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當然看到他一些局限 但是要想辦法克服 所以他們現在正在做這件事情 我自己還是對這個方法 是有一點疑慮 但是我還是會非常鼓勵大家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多參與他們這些事情 說不定可以真的找到一些方法 讓沒有機會坐牢的人 也可以看到一些事情 好 謝謝 有一點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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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三十年了 嗯 太多疑慮了 這樣嗎 老師好 如果時間一起想問一下 就是今天的球犯 他們有這種健保 按照全靈健保的概念 像王先生他說 他去看醫生 可是全靈健保他要求肺 以及 就是他能不能夠隨時 或是有什麼樣的 我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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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們邊公務費用 邊的十幾億 邊的十幾億 我們就用那個錢去買藥 因為接鎖這邊買藥 跟醫生買藥不一樣 你懂嗎 接鎖這邊的公務員去買藥 跟醫生買藥不一樣 醫生跟藥商 關心一下好 接鎖來源 跟藥商沒什麼關係 就用定價就買了 對吧 所以說買的藥都很便宜 就不要再講講 買的藥都很便宜 那剩下的錢幹嘛 就用一個小時三千多塊 請外面的醫生來 就門診 對吧 那如果說門診不能解決的東西 小手術的話 就外客還是可以做做 如果真的是很嚴重的話 沒有辦法 只好送到外面去救醫 那叫記戶的救醫 那記戶救醫就比較麻煩 因為記戶救醫的話 八個小時要兩個看守人員 剛才講人力不足有沒有 那個桃園服務院不是有個滿性少年 不是後來瘋狂瘋狂瘋狂瘋 半生怎麼潰難死掉的 突然想要被抓出來懲戒了 對不對 那個為什麼 去救醫七十幾次八十次 竟然到這種情況之下 還把他送回來 就是沒有人看過他 中華民國政府不給人啊 你不給人你怎麼可以扭到醫院裡面 扭到醫院裡面 扔掉誰要負責 就是助防人犯罪 對不對 所以都是華受不了 受不了 服醫院裡面也沒有藥啊 所以最後就死掉了 那 這個是要解決問題是另外一回事啊 反正就是以前用這種方式來做 那做了有人家救人好 人權團體就講說 受信人也是人啊 要有健保啊 健保確實是有問題 像這樣子啊 確實剛剛我們講說 你沒有什麼醫院啊什麼東西的 我們只有一個台中分間 在台中間弄一個區塊 叫培德分間 叫中國醫藥學院的資源過來 有機會你可以去看 你們關於一般以上精神病嗎 還有些重病的 但是這個 結果談到健保問題 不管 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人開始講人權 講健保的問題 健保一來的時候就要講健保費 對不對 講健保費的話 其實說實在的話 每個人的收入不一樣 手心人每個人的收入不一樣 他的健保費應該不一樣才對 結果呢 結果呢 我們衛福健保費 不管你三千七 你同仇變又失 那你就把錢就收走 那收走了以後 醫生就要去看病了 那請問一下 有什麼醫生願意去看病 現在不是我這邊花錢一個小時去請醫生喔 我不能選擇的喔 那醫生來對不對 那醫生來後有什麼 還有掛號碑啊 什麼東西的一大堆 更糟糕的一些事情 以前如果是 矯正署自己弄醫療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除了保安 除了什麼 戒呼救以外 還有一個正點重心 牙醫 你牙醫起一個牙醫 一個早上來 四個小時 看幾個病 兩個到三個 可以嗎 你三四千一個人的機率 你牙痛你要等多久 等到你出獄 還輪不到你 很嚴重耶 好 那請問一下 我們弄成健保的 健保肌肥自吃 要幹嘛 也無非 啪窮就收走了 他不關你什麼 收入不收入 他全都全部收走了 今天就收走了 十四億 全部收走完以後 請問一下 牙醫問題有沒有解決 有沒有解決 沒有 手術問題有沒有解決 沒有 醫療現況一模一樣 費用這麼高 你說 你說這一面 你越想會越氣 最氣的一件事 是一個東西 健保人全 所以說健保健健育 結果來 健健育後 人全不健 健保健 結果有時候 外面的人 不了解狀況 我再講一個更簡單的一件事情 你是有工會嗎 學生工會嗎 老包健保 老包健保 老包健保教 教教就是怎麼樣 大家都沒有工作 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變成說 是要講老包健保的助理 對不對 根據我問法怎麼樣 百分之多少要請 聖經障礙的事 而聖經障礙的事 找不到那麼多 大學找不到那麼多 找不到那麼多幹嘛 我們現在是打算說 研究生如果有人 願意 的話 我們可以找一個 最容易畢業的老師給你 然後再把他的 手腳打開 來這邊 然後去充當一下 不然的話 我們也夠了這一段 因為大學裡面 不是那麼方便 不像一個公司那麼小 大學裡面 你要在那邊 從事勞動嗎 你是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你們所不能想像的 你們有沒有到過 43公頃大的公司 除了好難以為 就是總公司43公頃 那份公司好像 有一兩百公頃吧 在他的床附近 這不是沒有辦法的嗎 可是工會的 根本不想到 就 到空缺 到空缺 就這樣叫啊 沒有辦法 生多生少 就這樣 所以有時候 你講人絕的時候 你要看這個人絕 在怎樣的環境裡面 那會產生怎樣的面向 那會產生怎樣的面向 全部屏股 挖利歐成群 搞革命會比較好一點 搞革命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再猜看 我們一到八 換一換一換一換 沒了 製作人